许志安、黄欣颖偷吃太震惊 娱乐圈真的没真爱了吗? 哈喽,你们好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冰宴 最近香港娱乐圈就爆发了安心事件 Facebook满满都是 许志安、黄欣颖、郑秀文和马国民 这个新闻已经来到了大结局 郑秀文选择原谅了许志安 马国民也维护了黄欣颖 黄欣颖除了被冠上好敬的名称 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除了即将播出的电视剧被抽起 就连演唱的电视剧主题曲也被噤声 这件偷吃事情发生了过后 很多人开始发表什么爱情语录 说什么男人不可靠啊 女人当自强啊 又或者说爱别人不如爱自己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也有人认为娱乐圈根本没有真爱 大家都是逢场作戏 难道娱乐圈真的像王菲形容的那样? 虽然说娱乐圈的这个恋情呢 比较不稳定 无论是男明星还是女明星 出轨外遇的新闻呢 几乎经常发生 但是也是有一些明星夫妻 是娱乐圈当中令人羡慕的典范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几个 令人羡慕的模范夫妻 第一,刘德华和朱丽倩 谈到香港娱乐圈的好男人 相信大家一定会马上联想到刘德华 那刘德华是出名人品好 而且非常的疼爱本思 刘德华和朱丽倩这一对夫妻 为什么令人津津乐道呢? 首先,朱丽倩无名无分的苦等 刘德华24年 这点就很多人做不到了 24年的岁月 好运的话就是守得云开 见月明 不幸运的话就是白白 浪费了多年的青春 刘德华是天王 要做天王的老婆 哪里有这么简单 所有的狗仔队都会耗尽资源 盯住他们的私生活 而刘德华也处处保护家人 四次搬家,三患幼儿园 直到孩子大了 才公开女儿的样子 他们相爱相守这么多年 绝对是娱乐圈的一大家话 第二,周润发和陈慧莲 周润发的妻子陈慧莲大有来头 他是新加坡人 他的父亲陈守林 是新加坡的首富 陈慧莲在婚礼上 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在这一生中 上帝赐给我最好的礼物 就是让我成为周润发的妻子 尽管夫妻俩都很能挣钱 而且非常富有 但是他们却是娱乐圈当中的 节俭夫妻 常常有民众在地铁站偶遇周润发 他们夫妻两人也常常做公益 两人有共识 此后要将56亿的家产 百分之百捐献给社会 第三,张学友和罗美威 四大天王当中 最早公开恋情 开花结果的张学友 是歌坛数一数二的好爸爸 但他们这一对夫妻的情路 也并非一帆风顺 1988年的时候 他们两人曾经分手 分手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张学友太忙了 没有时间陪他逛街 看电影 导致他缺乏安全感 之后两人复合 并在1996年的时候 结束十年的爱情长跑 在英国注册结婚 张学友曾经很浪漫地说 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 我始终找不到可以替代她的人 我是不可能爱别人的 张学友也在自己的专辑 Life is like a dream 亲自为太太写了一首 也写了一首 有油送给她的女儿 第四,周杰伦和昆琳 周杰伦和很多的女明星 都传过绯闻 包括蔡依林和佩晨 但是最终她选择 相差14岁的昆琳 周杰伦和昆琳的年纪 相差实在太大了 所以当初这段感情 不被看好 据说这也是当年昆琳 到美国念书的原因之一 但是啊 浪漫的周杰伦呢 就在昆琳去美国的第三天 惊喜现身 这个举动就感动了昆琳 让她决定继续跟周杰伦走下去 周杰伦和昆琳 是一个十分高调的夫妻 很喜欢公开放闪 两人的婚礼啊 就像是世纪婚礼 高调的post在YouTube 在娱乐圈算是史无前例了 那有一次 在圣诞节交换礼物的时候 昆琳竟然送了周杰伦 一两价值百万的蓝宝坚仪 再次证明了 他们是地表最闪的夫妻 不知道这四对夫妻 你最喜欢哪一对呢 或者你认为娱乐圈 还有哪些模范夫妻呢 虽然娱乐圈的这个世界 相当的复杂 但是我相信真爱还是存在的 当大家因为安心事件 而对爱情感到绝望的时候 不妨看看其他的艺人 说不定又会让你改观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就记得留言还有分享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